一草原 一眼看不完 喜马来亚山 风风想念到天边 无声和鲜线 在这里见家园 风吹地与大众 属与五千年 在我邀请王主委上来之前呢 我想跟在场的大家说几句话 你们这里有年纪最年长的七十四岁 最年轻的三十九岁 这当中平均年龄大概是五十几岁 我想尤其是黄黄雄前辈您的年纪 还愿意承接这样沉重 而且富有历史价值意义的工作 实在是不容易 那么在场的各位 你们也都是无党籍 只有两位 一位是民进党 一位是社民党 所以我在想呢 在这里 绝大多数是无党 就是希望可以中立 本着你们的良知 本着你们的智慧 本着知识分子的风骨 来担任这样的角色 应该可以排除 现在的政党恶斗的模式 所以你们在这边赋予的是 台湾未来能不能和解 台湾未来历史真相 只是我们现在的执政党想要攫取的部分 还是你们认为 台湾的历史就应该还原真相 而不仅仅只是攫取一部分 执政党想要的 所以我想在这边给你们期念 也给你们期许 希望你们未来能够本着 有这样子知识分子 以及专业的风骨 在你们的位置上 现在呢 我要请主委提名人 黄黄雄先生 黄黄雄前辈 您是本席所尊敬的党外的前辈 今天容许本席在这边提三个问题 要请教黄先生 另外呢 本席要请委员提名人高天惠女士 今天请你上来 原因是你是我们原住民族族人的同胞 我希望您在这里也能见证 本席跟黄黄雄先生的对话 而我们看你的简历 你除了对教育妇女了解之外 其实你比较长的时间是在教会体系做事 所以呢 有一些原住民族的历史 我不晓得您有没有深入 如果没有深入的话 期待高天惠女士 您能够赶快自己学习 好吗 谢谢 好 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促转条例在立法院审查的过程 本席当时始终坚持 日据时期的威权统治政权的不法行为跟结果 应该要纳入促转条例的范围 我相信我也明白 黄先生您对台湾史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应该也清楚 原住民族土地 是如何被日本军警武力掠夺的历史过程 但是在执政党的多数暴力之下 原住民在日据时期 所遭受到的不公不义的对待 被排除了在今天这个法律之外 本席只能说 政党轮替政权转型 但是不正义仍然在持续当中 我想虽然如此 促转条例的第三条第一款 威权统治时期的日期指的是 从中华民国的三十四年八月十五号起 一直到八十一年的十一月六号指 这个时期 本席想要提醒黄先生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号起到十月二十五号指 这个时间是两个月又十天 台湾其实仍在日本殖民政权的有效威权统治当中 十月二十五号台湾光复节 国民政府才从日本殖民政权的手上接收了台湾 所以就威权统治时期的时间定义促转条例 包括了日本殖民政权的威权统治 本席这样的解释 但是不晓得黄先生能同意吗 谢谢高金市民委员的非常 应该说很生日的一个提法 我知道八月十五号日本是 到十月二十五号 中华民国中午才来 是的 所以当中有两个月又十天 八十多天的一个空中期 所以这两个月又十天 日本政权其实还是在台湾 对吧 是没错 那你同意我的说法是吗 你不要害怕啦 我不是害怕 我是在认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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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可是我没有很多时间 因为我看过相关的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请西雪姬委员 你是不是可以代劳一下 因为叶童中先生 写个这样一篇文章 好啦黄先生没关系 你的意思是说 你对这个日期是不专业 我想那本席要举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日本八月十五号宣布投降 八月十九号 这个是有历史证明的 马上就着手印制了一亿元的台湾银行券直钞 这个黄先生您知道吧 我不清楚 好我就告诉您 在九月九号用飞机运到台湾 发给谁发给日籍的军警 还有公务员 来收购粮食物资运回日本 当时在台湾的货币发行量也只有2.38亿 台湾的银行券 结果这个时候呢 日本加印了一亿台湾银行券 来收购粮食物资 而造成了台湾的物价飞涨 也成为了爆发2.28事件的重要的经济因素 日本殖民政权 他用武力来掠夺台湾的资源 结果宣布投降之后 趁接收前 他又以白纸印钞票来掠夺台湾的物资 不管是武力掠夺 或者是白纸印钞票掠夺 都没有因为日皇宣布投降 而失去了有效的威权统治 这是有评有据的 好我想请黄先生再回答我另外一个问题 民国54年的5月8号 国防部发布了戒严时期 以及台湾省区的三地管制办法 管制区域是30个原住民的三地乡 同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了三地管制 内政部警政署并且执行了三地清查 22年又两个月过后 民国76年的7月15号 才废止了三地的管制办法 但一直到半世纪之后的民国102年12月30号 警政署才废止了三地清查的法规 为什么要三地管制呢 因为怕匪谍到原住民山上去 所以管制进入三地乡的所有道路 为什么要三地清查呢 因为怕中共的空飘气球宣传品掉到山区 所以要不定期的派军警 冲到原住民的家里面翻箱倒柜 清查有没有捡到这些中共的宣传品 三地管制让原住民三地乡的发展 落后了整整22年 而那个时候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 三地清查让原住民的同胞的人权 被剥夺了半个世纪 本席要请教黄先生 三地管制跟三地清查 是不是应该要纳入促转会真相调查的范围 真相调查的报告 是不是能够还原这段被压迫的历史 我承诺会把这个当作课题的 谢谢 第三个问题 195年日本巨台 为了要夺取山林资源和土地 四处调派军级部队 东打原住民的部落 巨台期间总共发动了138次的缴翻战役 在非常多的战斗激烈的战场 日本总督府在事后建制了中魂碑 纪念因为攻打原住民部落而战死了日本军级 黄先生你要听清楚 他们建制的是中魂碑 如果为了要夺取山林资源跟土地 而血洗原住民部落的日本军级是中魂 那么捍卫原住民土地而战死了我们的原住族人 不就成为奸匪了吗 这种纪念碑在台湾还有几十处 本事要请教黄先生 这些中魂碑 纪念碑 是否为不亦以止 是否应该要还原历史真相 教育大众 是应该还原历史真相 好 谢谢 本席今天的三个问题目的指在于 还原历史真相 原住民族在历史上是怎么样被对待的 至今仍被政治正确化 本席对黄先生您能够主持促转会的期许 只在还原历史真相 至于是否能够促进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在当前我们政府亲日的政治结构下 我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所以希望黄先生还有我们旁边的这位族人高女士 以及在场的专业的未来要承揽这么重的工作的专业人士 请你们好好的反思跟审视一下 台湾要真正的和解 不是只有限定那个日期 也希望追查到前面预据时代 谢谢 好 谢谢 我稍微补充一下 我四十年前写《讲卫水传》的时候 当时这个心情就是两句话 一个就是还给繁衍历史真相 一个就是还给祖先公道 我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 这个四十年前所做的工作 跟现在的促转委员会有那么巧妙的人结 我会用这种心情来认真对待彼此所发生的事情 很好 谢谢 当时日军用细菌战攻打莫纳鲁道部落 就是蒋卫水先生 把这个讯息送到了国际上 谴责了日本殖民政权的无道 毫无人道的历史真相 是他十八岁的长子把这个电报文化出去了 是的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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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国字兰倪拍하면 是她呢 分钟只投ды 哪那怎么会不得披过 骑上 ara 是向你 谁 最低于大众属于五千年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 尽得起投影 需要光河长江的水不断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 千秋万世 直到永远 青海的草原 一眼看不完 中华民族